一如所料 疫苗开打之后 有关疫苗的副作用或疑似副作用 在网上封传 今天就跟大家更新这方面的消息 这里包括什么呢? 两个英国NHS 英国医管局的员工 打了之后 有严重的过敏反应 辉瑞药厂的 mRNA疫苗研究里面 有6个人死了 又是Visor的研究 打了针的人里面 有4个人面痰 非常之害怕 大家应该打不打这个疫苗呢? 首先就是英国NHS 两个员工打了针之后 有严重的过敏反应 这些叫做anaphylaxis 或者anaphylactoid reaction 通常典型的象征就是 突然打了之后 就整个人都肿了 那些嘴唇唇都用抹软腸 有些会犀利的血压降低 呼气不能呼吸 是有些危险性的 不过他是有药医的 而且这件事并不出奇的 我们一直打预防针 都预认了有很少很少部分的人 是会有这些反应的 所以任何会打疫苗的医生 诊所甚至呢 就大家近年就有那些 外展那些打疫苗的团队 就去一些学校去打预防针 一般都已经有紧急的药物 就是随时备用的 那这个药呢 其实就是adrenaline 通常如果真的有反应的话 很快就会发生的了 通常打完针 就要观察15分钟 15分钟之内 如果有这些反应 就可以立刻打一针 神常腺素 adrenaline 通常很快会有好转的 实际上这两个NHS的员工 本身就已经有一个 严重的敏感倾向 就是说两个人都经常要戴着 那些我叫epipen 其实就是adrenaline 不过就是无需说要抽 又要打 不是针筒那些 它是一支药 里面有针的 就是说一急起来 比如那个人 发觉自己开始有敏感反应 开始肿胀 开始呼气不顺 就立刻就可以拿那支筆出来 就一刺一刺到大腿肌肉里 一按按针 就立刻会打一刺 adrenaline 从而去控制 就是说这两个人本身 可能对其他物质都有敏感 所以专家正在研究究竟他们的敏感反应和针是否有关 未必一定有关 我们就看看他的结果是怎样的 但是审慎起见 有关当局也已经加了一个警告的字据 在针的说明书里面了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曾经有过这些严重的过敏感反应的话 就建议你不要打住 或者要先咨询医生意见 但是大家不要搞错 因为我们在认识时 常常问人有没有敏感反应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有的 但是你问清楚 其实有些人就说 打完针之后我有一些 我有一些 头痛 打完针之后我有一些 累累的 那些不算 那些不是的 敏感 特严重敏感反应 就是刚才我说的要肿、弃痠、血压低 要入医院那些才算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好了 在Pfizer的研究里面 有4万4千人参加 在那几个月的研究过程里面 有6个人死了 在研究解盲之后 发觉这6个人里面 只有2个人真的接受过新冠状病毒疫苗 4个人在对照组 即安慰制组 是没有注射过疫苗的 那这2个死亡的人 第一个是打完针之后 60天死于心脏停顿 这个是相当长的时间 你说和疫苗有没有关系 第二个是死于血管硬化 打完针之后 3天之后发生 至于那4个在安慰制组 没有打过疫苗的人 那死因是什么 2个是不知原因的 1个死于心脏病 1个死于中风 专家研究数据之后 发觉这些事情和疫苗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第三件事就是关于面炭 研究里面有4个人有面炭 面炭就是半边面突然不能移动 吃东西就流口水 眼睛也关不住这些 这些事情其实很多时候也没有什么原因的 有时候是病毒感染的 某些诊所经常都看到的 这件事其实也未必跟疫苗有关的 专家也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好 你会说 我就是不相信这些 那些专家真的不值得相信的 我现在举个例子 大家就会更加明白 可能大家就会比较信服一些 假设我前天打了新冠肺疫苗 今天我中了六合彩头奖 我拍一段视频 告诉大家 打了这个疫苗 很快很容易就会中六合彩头奖 大家就快点去打 好了 我这么说 专家会如何查呢 专家会去看一些数字 就会看打了疫苗这些人里面 中了六合彩头奖的机会率 究竟有多少 他就找了打了疫苗的人 看看有多少人 在这段期间中了六合彩头奖 接着他就会比较一下 在一般没有打疫苗的人身上 打中了六合彩的机会有多大 如果分析了出来 打了疫苗的人 每七万人 有一个中了六合彩头奖 而在一般人没有打疫苗的人身上 700万人才有一个中六合彩头奖 也就是说 疫苗有机会 就跟中六合彩头奖有关系了 是吧 大家就很快去打了 是吧 但是如果他发觉的结果就是说 你打了疫苗这些人里面 中六合彩的机会都是七百万分之一而已 跟外面没有打疫苗的人是一样的 这样就证明打疫苗和中六合彩是没有关系的 我中六合彩就纯粹因为我死定了 不是因为我打了疫苗这两件事是没有关系的 其实在找出疫苗和某些副作用有没有关系就是这样做的 专家就看了数字觉得应该是跟疫苗无关 所以大家就不用恐慌这件事 不过说回来 大家看到这些疫苗会有这些可能而似的副作用 其实不是一定全部是坏事来的 因为大家要知道正常我们去看疫苗的安全性 就不是说研究出了来 第三阶段推出市场卖了就算了 就是说推出大量打的时候 我们是有一个检测系统的 就是有一个检测制度 一直监察着看看有没有一些疑似的副作用 还有鼓励大家如果有疑似的问题 就去报告有关当局 让当局去调查 所以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 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 当局是会知道 还有去研究 新疫苗不是说它一定没有问题 不过医学界已经尽了能力 去确保它是安全的 大家在打疫苗的时候就不用太担心 但是怎样都好 就当疫苗开打的时候 接着1110半载 我都预计就不断会有这样的消息产生 大家不断会听到 打了疫苗 就是中方不会有心脏病 会生肝脏 会生症瘡 大家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 就不要一下子就上脑了 就要冷静分析一下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根有据 又要听一下专家的意见 还有我也强烈建议大家 如果什么时候听到这些消息的话 就回来看一看那条片子 接着就暗静一下再做决定就最好了 多谢大家的收看 请你点赞、留言、订阅、 点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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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